必須要正式回應 不過就是說 特徵組現在密查了 實際上通常我們了解 他不可能在選前30天 查出什麼東西來是不可能的 所以這個查 他只是他自己在那邊查 社會大眾還是不知道 我只是不解 今天林醫師提出來 說要在立法院成立一個 跨黨派的調閱小組 因為今天已經 大概是最後一天開會了好像 所以他已經排不進議程了 本來國民黨可以排進議程 然後大家表決或是怎麼樣 但是因為排不進 所以要叫民進黨 跟民進黨朝野協商 說既然大家對那個文件 都有意見嘛 那因為民進黨指控 說後面有黑手 然後這個劉易如中間 什麼改啊等等 那乾脆把所有資料都攤出來看 那民進黨反對 我不懂 這人說民進黨為什麼反對 就大家資料都攤出來 不是全部藍綠都有代表在裡面 然後把資料拿出來 大家一起看不是很好嗎 我參加過ETC的調閱委員會 那個的經驗就是 朝野都出來放話 那個時候就是 根本就還沒有一個調查結果啦 結果支持微波了 支持紅外線的就各自放話 事實上現在已經沒有解密公文了嘛 現在所有的公文都在行政院的手上嘛 可以由行政院自己公佈啊 行政院公佈怎麼不如 為什麼立法院不願意去調呢 你覺得行政院公信力比較高還是立委呢 我覺得立委 因為我ETC那個調閱的 我的經驗就是如此 現在的行政院公信力絕對不高 因為院長叫做吳徵立 吳徵立要選舉 所以他公佈了結果 立委現在也在選舉 所以如果成立調閱委員 我有我的經驗就是 一定是各自抓個東西就出來放話 因為行政調查立法院的調閱也好和調查也好 這個跟司法機關的調查 這邊是政治者 兩回事 立法院的調閱是政治責任 這邊是法律責任 那邊是行政責任 對不對 監察院的調查 那基本上立法院現在沒有什麼政治責任可取嘛 因為現在選總統他要 他除非是任內對於現在的執政官員 他要調查然後取得一個政治責任 否則最後還是交給司法院來求取他的法律責任嘛 現在關鍵點在這 我認為特征組哈 今天我得到一個消息 我相信我能得到這個消息啊 特征組應該也查得到 因為這跟法律有關嘛 因為南華為什麼沒有得到 是由南華第一次專家會議的時候被否決掉的那一次 他其實那個會議是一而未決 他沒有一次就否決掉 然後他那個時候在幹嘛呢 在正在談判合併和收購的過程中間 等到他確定收購完畢第二次 才確定否決掉他的申請案 他已經被人家購買走了 被購買走了以後呢 可是明明藥物是一樣啊 藥物還是想買掉了公司繼續拿這個同樣的藥物 那否決第一次一而未決的那個案子 一而未決的那個案子的理由是 技術並沒有實用價值 可是併購完談完以後 同樣的一批人包括何大一 我的理解好像還有衛生署下來的推行者等等 翁先生等等 翁院長等等 當時不是 那這些人後來就認為這個藥物還是值得實驗研究 因此國發金又投進去了 換句話說他被併購以後 他忽然變成值得研究 那這段過程當然就有 就有一些 我不曉得的過程嘛 換句話說你第一次一而未決 認為他不值 因為這批人好像還在休斯頓去實際參訪過 唐蘭山這家Townox的這個公司的這些設備 回來得出這個結論一而未決 可是等到併購完成 而併購完成以後的談判主體 跟這些人還是有點相關關係 而且事實上他為什麼會被併購 我想也是因為這種是燒錢嘛 那你想到國內回來對不對 想要國發基金投資 一直搞了兩年都下不來嘛 所以根本撐不下去的 那既然人家要併購就併購吧 我們關注可能聽不懂併購 就是羅氏藥廠併購了Genotex 不是是是 Genotex去買 Genotex去買 Genotex 你後來 那後來跟Genotex在談判的時候 還是同樣的內容嘛 他並沒有換一個藥物 原來否決他的使用 回到我最先講的 我還是覺得 立法院還是應該有調薪小組 趙先生 我 我的看法是這樣 民黨的問題 剛剛郭靖亮講的東西 我不可以 我沒有辦法接受了 第一個 立法院真的很沒有公信力 那真的很愛放話 可是對民進黨來說 我覺得民進黨的人呢 也有他的辛苦之處 為什麼 因為他根本搞不清楚 蔡英文在做什麼事啊 郭靖亮你知道蔡英文在做什麼 你不知道 民進黨的委員知道他做什麼 他不知道 你敢問嗎 以蔡英文在你們黨裡頭的強勢 弄不動講話就拍桌子 你敢問嗎 所以對民進黨來講 其實如果成立跨黨派的調薪小組 至少你們還有一個機會 不要只有劉毅如 跟有國民黨部分的高層看到資料 你們還有資料 國民黨亂講的時候 你可以指控說 劉毅如你這個是大獸 劉毅如你這是物質 誰是誰 林議員你講到哪些是錯的 結果你一開始 第一個就先封殺掉跨黨派小組 我覺得只有一句話 心虛 不敢面對真相 寧願不要看到 我的看法 因為如果行政院公佈 就講說行政院扶選 一定這樣子 一定 今天吳敦毅如果明天說 我把這兩大箱資料 我表達劉毅如說兩大箱 攤出來 一定說吳敦毅扶選 吳敦毅不公正 違反行政中立 那如果說立法院調來攤下來 因為大家也不知道內容是什麼 那公諸於事嘛 今天特徵組 他不可能公佈這個資料 監察院可以調 他也不可能公佈這個資料 唯有立法委員 可以去調 有個成立調月小組 而且這對民黨最有利嘛 這對民黨最有利 如果民黨絕對說 不公平的話 這是最有利沒錯 我的看法 跟正亮還有文謙 是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立法院過去 每次有這種調月的行動的時候 他的後果 都是沒什麼效率 也沒什麼結論 而且亂七八糟 然後在一個房間 大家經濟看又出來 沒有什麼效果 那今天有特徵組介入了 這是已經碰到 是不是違法的層次 我覺得也比我們昨天談的 甚至監察院的調查官進去 又有效率 但是我覺得今天民進黨團 所以反對的原因 我蔡老秦正亮指教 就是因為這個調月的當事人 這個對象是民進黨的人 而且是他當下總統參選的人 所以今天如果我同意被調月的話 我去世上的事人很麻煩 就是我在選舉的人 那事情要讓你調查 光是這個調月的過程 他就受不了 所以這個當然要暫時就把它堵住 你覺得是有風險對不對 你覺得有沒有 這個我講的東西 不是說 氣勢最不可以讓你調月 我想他的考慮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他們的考慮是 不能讓劉毅如有機會轉移焦點 他們不調月的結果是說 因為調月出來的東西 蔡英文要出來講 逼到最後他會逼蔡英文 這個大家莫衷一事 到底怎麼又不是 那最清楚蔡英文 你出來講清楚 蔡英文現在不出來 社會能不能要求說 最清楚是何美月啦 蔡英文啦 就是既然不能夠 主持人調月才能不能要求 那能不能要求行政院 把資料公開給大家看算了 你帶進去講話沒有用 這張文章 我今天要講 沒有用還是要要求啊 你要求也沒有用 所以我現在回來講說 未來的發展 我替何美月叫去 我認為如果特政主調查 像我們現在所看到的 所有的公文裡頭 最可能將來涉及不法 要坐牢的人是何美月 因為是何美月 跳過了政府應有的程序 他自己直接簽和 極機密的 所以何美月在這個事情裡頭 是要負責任的 那蔡英文呢 就是說他可以說 我沒有叫他簽 是他自己要簽極機密啊 那蔡英文簽了可 而且當時蔡英文跟蘇貞昌簽了 第一份極機密 他們其實我昨天有拿給大家看 這一份極機密文件 事實上對台灣是非常有利的 因為當時是由翁企會去談判的 翁企會去談判的這個過程當中呢 他給台灣的條件太好了 就是全部只要五千萬 台灣只要出兩千萬美金 全部研發只要五千萬美金 第二個部分呢 就是所有的量產都要在台灣量產 第三個呢 就是同時臨床實驗 既在美國又在台灣 所以他技術也轉移給台灣 所以如果說翁企會 談判到這個條件 然後呢 極機密是值得可益的 可是並沒有太嚴重了 對國家的傷害 那這個還沒有問題 可是到了這是2月9號 3月14號 台灣代表不是翁企會了 換成何大一 陳良博這些人 而這些人後來慢慢 在不同時間裡頭 條件就壞很多了 都在這家生技公司裡頭 取得了技術股權 我要再講一遍呢 很多人都講說 蔡英文呢 是什麼生技之母 然後他寫了一個多認真的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件 這個我下一段講 只有兩頁 我今天也請助理把這個生技 只有兩頁 那我告訴你我學法律系的 這個叫我寫 它前面就是減稅條款 後面就是翁企會條款 只要中研院的人在外面 也可以取得股權 這個叫我寫 只要兩個鐘頭我就寫完 一個減稅一個旋轉門 重點稅 所以我不好意思沈大老 我把它講完 所以呢我現在很擔心的是什麼 很擔心就是說 到了第二份呢 何美宇也很小心 也很盡責 就是說現在呢 這個翁企會談判回來的條件呢 不一樣 從二月九號到三月十四號 Giantag全部都給我們推翻了 但是我們國家的兩千萬美金 六億台幣已經進去了 現在怎麼辦 結果蔡英文簽沒關係 照常投資 後來在宇昌升級一步一步來 那宇昌升級到後來成立的過程當中 蔡英文已經是卸任的副院長 她是受益者 她的家族是最後得到好處的人 但是她並沒有在這件事情裡頭 有太明顯的步伐 她只是道德跟觀察問題 可是讓她圖利她的人 叫做何美宇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說 這會變成一個case 如果何美宇自己不出來 把話說清楚 很可能特政組最後調查局 是她要去坐牢 好我們需要再回來